國民黨的主席選舉 這禮拜六就即將要投票了 那我覺得倒是有一個 大家雖然看起來 互相攻擊的嚴重 但也有一個好處 至少國民黨的這個路線之爭 越變越明 大家越看到 可以看到國民黨主席候選人朱立倫 他喊出了 他認為張亞中是一個極統 紅統 他說張亞中很自豪是統派的學者 一國兩制到加速統一 他說他自己本身 但是有一個矛盾點 如果說你現在拿攻擊民進黨的那一套 只要是拿和平協議 這樣就是極統 紅統 用這樣字眼去扣到 另外一個國民黨主席的 候選人身上的時候 你用民進黨那一招 大家就想說 所以以後朱立倫當國民黨主席 他就不會碰到統這個議題 不會碰到 因為碰他可能就變成 自己嘴巴講的那個紅統派 後來他今天最新說法說 不不不不 我朱立倫一定是正藍 我絕對不會變成小綠 小白 小紅 都不會 因為大家就會說 如果你這樣一個主張的話 那不就是跟民進黨的論述來靠攏了嗎 有提出一個質疑 但是因為政治很現實 2022裡面每一個要參選的人 都不願意跟張亞中站在一起 包括了勞慶林 這個林明珍 林明珍講的話比較特別 他說國民黨需要改變 可是朱立倫當過主席啊 所以如果需要改變 那應該要選張亞中 那包括詹立善 他是雲林縣長 他說關鍵議題擁抱極端 高亢的言論激起黨員的熱情 人選依舊 不就不會是支持的對象 說他是挺朱立倫 那包括我們在這個網路上 很有聲量的臺北市議員羅志強 他用字非常非常重 張亞中如果當主席的話 國民黨2022會遭到覆滅性的慘敗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民進黨躺著繼續執政 臺灣民主將會萬劫不復 他是反中的裡面講得最激烈 那張亞中現在這個整個 大家討論度越來越高 而且現在出現了一個 很特殊的現象 這些要選的包括 這個不管是立委議員的 議員 議員參選 又或者是這些縣市長 要尋求連任的 都靠向了朱立倫 把張亞中視為洪水猛獸 尤其是羅志強講的話就是 哇 太可怕了 會讓國民黨 會讓整個臺灣顛覆 那張亞中自己說 如果你這樣講 那我要跟黨中央 跟黨的機制來自請調查 我如果當上主席 是否是紅統 會讓國民黨滅黨 他說朱立倫 你自己2016年 大輸了三百多萬票 還不夠弱嗎 他說如果當選主席 江朱你們會不會出走 因為朱立倫認為說 他當選之後 黨就會分裂 江啟成當然說 他說他不是免洗快 不會只有當一任 但暗批說一個不老實 一個不務實 張亞中今天一個最新的 是因為有黨員自費 花了自套腰包 花很多錢 這半版的廣告 他講的重點就是說 早就已經給過朱跟江機會了 但他們就是無能 而且他們覺得朱 現在的言論 就是向台獨來靠攏 韋翰你怎麼看 好 這題我可能會講 超過一個小時 所以主持人 等一下你可以試圖打斷我 我覺得可以的時候 你就可以講到 原來可以了 可以了就停 太複雜了這一題 因為每一位 我們好國民黨 二十幾年都很熟 我在這邊國民大會 那麼多人在看 我也不去跟大家講說 誰好誰不好 你自己選 我也不是黨員 黨員三十七萬一千多人 你們自己投你們要的黨主席 我一個跟大家點評 張亞中老師 他講到朱立倫的軟肋 就是第一個 你當年換柱只拿到381萬票 這確實是朱立倫現在 目前很傷的一點 那也從那個換柱的事情當中 就讓大家聯想到說 2024他會不會自己也要選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朱立倫犯了一個 戰略上的錯誤 如果朱立倫是2023年 國民黨要推出總統候選的時候 最強 而且看起來民調最高 最有可能勝選的時候 他為什麼不選 難道他不希望國民黨執政嗎 身為國民黨黨主席 如果他當選的話 所以他現在不應該去講說 我一定選二四或不選二四 應該是最強一個人選二四 然後我身為黨主席 我一定全力支持他 包含我自己 這樣才對嘛 所以他的論述已經繞進去了 被張宗中抓到這個點 但我也必須講一件事 張宗老師是笑朱立倫三百八十 因為他沒有錯 可是連當年的主角 洪秀柱 柱柱姐 他都 他自己都釋懷 他說換柱我是氣死 這個朱立倫 可是不是他一個人 是他背後那一罐男人 當時國民黨的立委 確實緊張 跟現在狀況很像 當時國民黨立委 確實認為洪秀柱主席 他帶領國民黨去選二零一六 那一年可能他怕會整個都 就是立委就會全部 那時候我跟要做的跑 立法院就很清楚 國民黨立委很怕 而且妙者說他的主張 一中同表也跟張宗中 是相同的論述 那現在問題來了 朱立倫選了三百八十一萬票 被張宗老師融為笑餅 可是張老師自己沒有選過 張老師選了說不定八百萬票 說不定兩百萬票 不知道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印證 但重點來了 現在我們在我們的 CG圖上面所做的 我再次強調 大家自己去選就好了 很明顯這次國民黨出現了 黨員跟要選舉的政治人物 分歧的狀況 明年要遇到選舉的縣市長 跟縣市議員打開插來彈 會怕 怕什麼 韓國瑜只是去香港的中聯辦 那個行程還是公開的 回來就連續打到總統大選那一天 說是紅統中共同路人 他也不過去過中聯辦 我也去過 那張宗老師 他的那個兩岸和平備忘錄 以及他覺得兩岸最後走向統一的 和和論這個部分 民進黨當然會攻擊 可是也不是說張宇宙當黨主席 民進黨才攻擊 你今天任何人當黨主席 民進黨都會攻擊的 只是這張圖很明確的表現 我不知道今天是禮拜一 在禮拜六之前 還會不會有人帶出來 我不知道 議員還有縣市長 你看到林明珍 張立善跟饒慶林 他們都是覺得說 如果今天是張宇宙當黨主席 我是明年要選舉的 我會怕 所以他們才站出來 那羅智翔是被冒得最凶最慘的一個 他昨天破了一個文 跟大家講他的心情 大家注意看 我念給大家聽 他裡面的文章其實講得很清楚 他是敬愛張亞中 他不是不愛張亞中 可是他更愛國民黨 就是不是不愛凱撒 但是他更愛羅馬 他是擔心張亞中路線會影響 明年跟這個2024的選舉 但我站在評論的角度 我跟大家補充最後一句就好了 不管誰當黨主席 2022年的國民黨 縣市長的選舉 我覺得影響不會太大 可是2024年或許真的就會有 因為總統大選會有統獨之爭 跟統獨的議題 那張亞中老師 是不是他當選國民黨 2024一定輸 我不敢講 可是民進黨一定會攻擊的 非常用力 就是二零一九的反送中的 那個狀況再拿來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 至於誰會當黨主席 國民黨的黨員自己選 我沒有投票權 我只看最後的結果 我不去影響所有黨員的投票意向 如果不是黨員 其實黨員也在內 更關心的是下個月 有另外一場選舉 就是臺中的3Q罷免案 這個案子到底現在進度是怎麼樣 但妙的是藍 白 綠 都出現了非常讓大家關注的話題 國民黨裡面嚴寬恆 他告訴大家說 有一件事情現在大家最生氣 你說什麼吞萊豬等等 那也就算了 還有一個是 長輩打不到疫苗 都是3Q害的 為什麼 在立法院裡面 國民黨提了一個案子 希望買更多的疫苗 結果這個案子 居然就被3Q給封殺掉了 所以他說都你害的 現在長輩如果家裡有人打不到疫苗 你就要把帳算在3Q身上 那柯文哲更妙了 他是聽說他們在民眾黨的高層會裡面 他做了一個決議 他說要對陳柏惟友善 說我們表明不參戰 基進黨歸基進黨 陳柏惟是陳柏惟 意思是說民眾黨跟基進黨是競爭的 但是陳柏惟這個人 我支持他 我欣賞他 不知道柯文哲為什麼 這個態度的轉變 那陳柏惟自己本人信心滿滿 他說有些地方要選兩次才會贏 但我不知道主詞是他還是顏寬恒 因為顏寬恒可能有兩次我才會贏 那民進黨的態度變得很奇怪 之前本來很低調 到現在好像也沒有很強烈 雖然說中常會已經宣誓要挺他 但是他們用字已經變得滿強烈的 他說對顏家來講罷免案如果沒有成功 等於是顏家輸了兩次 但如果罷免案成功的話 對民進黨來說是唇亡齒寒 用字的很重 這個申Q變成是民進黨的 這個唇跟齒的關係 何欣純講的話我就有一點點 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挺還是有暗扁 他說這個申Q哥跟高雄的白眼女神 兩個人的特質還滿像的 兩個人都是空降 都是基層經營時間不夠 沒有時間好好生根 我想說你到底是要支持申Q哥 還是在酸他 這個聽起來怪怪的 那當然他是說因為他們時間不夠 還希望他們可以多給他們一點機會 倒是有另外一個申Q他們掃接的時候 申Q就是罷免團體 他說遇到了本人 結果本人的狀況是怎麼樣 來看到這個地方 本人居然嗆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要罷免我 你們這個店家裡面去發傳單 你會不會影響到人家店家的生意 袁芹你怎麼看 其實民眾黨對於這幾個罷免案 都是採取比較開放態度 這也是事實 所以他這次陳柏惟的罷免案 他們是說沒有去做政治動員 那我想說民眾黨 因為他也不是基層組織很強的一個黨 所以他政治動員可能沒有用 但是比較特別是為什麼 柯文哲對於陳柏惟這麼的關愛有加 他特別指示說要對陳柏惟要友善一點 我也是想了一下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居然陳柏惟可以跟激進黨兩個 切開關係 這也是很難想像 我猜說是不是因為陳柏惟 在網路上聲量比較高 那柯文哲因為也是很重視網路聲量的人 就什麼的流量他都要 對 因為陳柏惟現在岌岌可危 陳柏惟如果最後覺得說 柯文哲有拉他一把的話 那我相信也許陳柏惟 也會對柯文哲感恩 那在網路上會不會支持他 那當然會有他的盤算 否則的話 按照蔡壁如的說法 他們兩個人為什麼會這麼好 是因為有一次他們聊天 兩個話很投機 柯文哲覺得陳柏惟言之有誤 那我就不知道說到底他們聊什麼話題 是聊怎麼樣這個 他們的諮商程度差這麼多的人 對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他言之有誤 我就不太懂 那所以我在猜還是有一些政治的算計在裡面 那但是我覺得柯文哲你還是要想一下 因為陳柏惟他當立委之後真的不一樣 他個性越加秋條 你看看他這一次剛剛邀洲你也講了 他遇到罷免陳柏惟的志工 他居然跑到前面去問人家說 你為什麼罷免我 我想這句話應該不是善意的吧 多多少少有點質問 那你問這個問題也很好笑 看你可愛罷免你 當然不是 當然就是你做得不好 要罷免你 可是你能夠接受人家跟你講 然後他這樣子還不滿意 跑去跟店家講說他擋到人家 你就知道說這種人就是 好像非他族類其心必異 然後就是要把人家除掉的那種感覺 這就是個性上的一種壓霸 你看他回應這個罷免的案 他的態度也是一樣 他說有些人就是要罷免 要選兩次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他在酸 他說你願讀不輸 你輸我一次還要再罷免我一次 要我贏兩次 我就覺得很奇怪 當初搞這個什麼罷免 報復性罷免 不就是你們陳柏惟先開始 不就是你們WeCare 先搞韓國瑜的 現在同樣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你就在那邊講別人 然後他說他現在要開始 以政績為主要訴求政績 那我就覺得你有嗎 他最近講一個很奇怪的話 他說他的很多提案 都被國民黨擋下 講這句話笑到大家大啞 國民黨現在在立法院 有過半嗎 所以國民黨要怎麼擋下你 然後他說他要展現一個 立委問政的實力 他說吵架只是復業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復業表現得比本業還好 你怎麼平常都是在吵架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嚴寬人講的很有道理 嚴寬人說就是他害到 長輩打不到疫苗 那個陳柏惟說沒有 可是陳柏惟到現在還在講說 疫苗從頭到尾都是中國大陸打壓 到現在還在講 還在幫民進黨粉飾太平 中國大陸什麼時候打壓 最多你就去扯一個上海復興而已 但是莫德納 包括郭董當初要捐疫苗 不就是民進黨在那邊拖拖拉拉嗎 有一批就被新加坡搶走 這一點你為什麼從來都不去 質詢民進黨 到現在還在幫民進黨粉飾太平 最後我要講民進黨 民進黨講那個存亡此函 根本就是在幫陳柏惟 反向吹票 因為大家注意聽 民進黨在怕 今天如果說可以把陳柏惟罷掉的話 那可以給民進黨壓力 我們現在總是覺得說 民進黨很壓霸 包括禁疫苗的事情 包括萊豬的事情 總是不聽民意 現在我們找到一個機會 把陳柏惟罷掉 接下來開始針對民進黨 給他們壓力 他們才會尊重民意 等於說票投3Q 就是修理民進黨 這是他的一個主張 這次連續下期 各地亂象非常非常離譜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